看着还不错诶 郑州48元日月的面包自助 我来啦 有什么比较好吃的 推荐的是吗 嗯 推荐的话我们家 你看就是这些 咸的话就是招牌的 海盐卷啊 还有黑芝麻的 尝一尝 这个核桃肉桂卷也尝尝 青苔芝士球 来个欧包 太阳花 德式香糖 恰巴塔 恰巴塔没吃过 试试 蔓越莓芝士 来个水果茶 他们这个面包店还挺好看的 妈呀 你看后面这背景 真的好好看 有种在自己家院子里 吃面包的感觉 我点的都上来了 他家上面包还行 大概二三十分钟 马上就上完了 然后先吃个这个可颂 哇 它表面好脆 烤得这种很浓的麦子味 里面的气孔也很足 不怎么甜 挺好吃的 嗯 可以 真的可以 而且他家这些面包还单卖 就是可能是最近的活动吧 就是有这个面包自助 这脂肪太香了 它里面的起酥超棒 好吃 它是给你切半上来的 因为一整个的话 尝不了太多种类 感觉这种挺好的 他们还有 披萨 啊 不得了 展苗店里 他们还有披萨 这个披萨的气孔好大呀 特别软 里面有一股很浓的黑胡椒和青椒味 嗯 嗯 成面包会让人感觉到幸福 它这里面还包饮品哦 马铁 美食 果汁 蛋白热狗 哇 它这上面刷得有蜂蜜 我举个图片一样烤的脆的 里面的香肠肉骨很浓的烟细味 挺好吃 嗯 而且这里的风景好美啊 四十八块钱我吃了 我感觉我能做一下午 可以脆它 塔心很嫩 外面很脆 但是这个塔心有点甜 看大家整体是不那么甜的 除了这个蛋塔 下巴塔 天呐 这个好软好软 感觉含水量巨高 葡萄卷 尝尝 它掉葡萄卷 因为里面卷得有葡萄 有五 口口嘴的味道 这个也好吃 上面撒得还有细腻 玛圆梅芝士 哇 这个是真是甜甜的 挺好吃 里面的抹鸡很软 外面又很脆 不知道怎么烤的 而且坚固很多 德式香肠 它切开的话会好入口一些 颜色 真的是 噶 噶 真的是嘎粉 。 我是有多么想不开点了一个贝果 我这个好像没滑 后来怎么滑上呢 要是有点牛奶就好了 可以淡着吃 哇 好轻松 嚼一嚼 这个叫紧强于沙沙的 忘了 吃吧 它这个蟹好好笑 有点偏辣口的 特别圆 太滑 里面跟鱼鱼成奶酥一样 而且面包其实是全卖的 这个是鱼鱼什么什么东西 它里面的蟹整得好好吃 这个鱼鱼特别细腻 这个是什么呀 看着像妈书 不知道 但是好香 它就表面的跟花生酱烤了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 嗯 哇 专卖什么什么东西 嗯 这个应该就是发棍吧 肉桂桀 这个肉桂桀 它就加了一个大料那种味 应该就是同一种材料 挺弄的 这个的味道 挺弄的 不指面像面包 这里面放的像玉米和荒米一样 糯糯的 是天口的很圆 还要尖椒 嗯 这个等着才挺真的绝的 感觉这家面包就是 你来尝个鲜吃个钟了 它就挺不错的 感觉哪个好吃 可以递下来 然后以后的话 可以蛋白就不用吃 这种 因为面包嘛 它可以吃死 那胃口不太大的 有人吃的话就不划算 嗯 拜拜